这次的主题适合国中生或者即将要开始使用Arduino的伙伴们 很多人在小学会碰到Scratch 那随着你越来越厉害开始要用Arduino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介绍你一个好用的新的工具叫做Pictoplus 那Pictoplus是一家由印度新创公司所做的一套软体 那它针对的是K12教育之前的孩子们 它如果想要学一些有趣的科技主题 包含物联网AI等等 进去之后呢你可以去先做个下载 那下载的话安装之后 等一下我们就用这一个桌面版的Pictoplus来做一些示范 它有三个优点 第一个它很丰富的积木程式 副档名跟我们的Scratch是相容的 第二如果今天你想要进阶去学Python 它也有Python相关的东西是可以用的 第三它有AI的学习 它可以直接引用Google Teachable Machine它的一个模型 首先在这个界面它很像Scratch 只是说Scratch它并没有支援Arduino的部分 在上方有个电子版就是开发版的选项里面 我们要用Arduino 在连接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串口的设计 然后我们选择装置名称里面选择找到Arduino 我们一般在大部分的网站买到的 这边要注意如果你要用的话 你要选那个官方晶片的 一般副厂的SMD打建的那一种 它是没办法使用的 左边这个城市区的时候 你会看到多一个Arduino Uno的设计栏位在这里 然后以及它的对应积木都是绿色的 然后下面有些浅绿色的 这个也是可以用的 像是马达或者四伏马达PWM等等 可以在这边设定 然后还有一些感测器 然后基本上是蛮方便使用的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先示范说怎么用Arduino的基本的 Digital RAM数位输出 来做我们的LED的实验 那这个零件它有四只脚 分别是红色光 蓝色光 绿色光 还有负极的GND 我们可以透过给不同的电压 在这三个拼角上面 达到不同的颜色呈现 可以利用光的三原色原理 当今天如果红光的那一只脚 R它的电压最高的时候 那它会去向红色方面的光 所以举例来说 如果今天你想要呈现的是白光 那你必须把红色绿色蓝色三个光 三只脚的电压都调到一样大 先建立 开始 然后我们去Arduino的积木里面 我们可以设定我们想要的 那四个角位其实如果是RGB的运作原理 红色绿色蓝色 各一个那你可以自己去设定 比方我就12 13 11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去点灯 所以我要时间的设计 所以时间维持几秒 那我可以再复制几个积木 那接下来我可以去调整 比方说我假设13是红灯的话 那我一开始如果只亮红灯 然后接下来G绿色是12 蓝色是11 假设接下来我想换成紫色 紫色的话就是蓝色加红色 所以你看到我点一下的设计 希望是红绿蓝 红绿蓝 所以第一秒钟只有红色的那一个地方 是有输入电压的 接下来是下一秒钟 第二秒是蓝色跟红色都有 那蓝色跟红色混出来就会是紫色的 那我们写好程式之后呢 可以准备上传 确定已经连接了 接下来你按这个上面 有个上传固件 上传固件这一个主要在做的事情 是要把程式码 透过电脑跟USB线 把它传到我的Arduino板子上面 因为我们一般做的积木程式 不会做到这一段 因为就是纯粹所有的动作都是在平台 在软体上面就完成了 没有牵涉到硬体 可是如果你牵涉到硬体开发板 那要选择上面这一个地方 那我们按一下上传固件 他会先开始进行 那你有看到开始跑了 像这样就上传成功 那上传成功之后 我们等一下就把接线图 用到13、12、11这三只角 然后没有写到的就是GND 红灯、紫灯、然后熄灭 如果今天你要让你的灯进行一个循环播放的话 那你就要用一个G木叫做重复无线 所以你把在控制里面的重复无线拉进来 那这边很聪明他直接帮你夹住了 所以等一下呢 这个东西他被包在里面的之后 我们的红灯、紫灯就会不停的闪烁 那这边我们稍微切换一下 我们来改输出黄色的灯 那黄色的灯基本上他就是 红灯跟绿灯两个都要使用 所以我们改一下 把黄灯调高 然后中间我们让蓝灯显现出来 所以接下来红绿蓝我们把 绿色保留 其他都把它变低 重新上传 上传完之后你还是要按绿色的旗子 我们才会执行 按一下 然后我们来观察 第二个实验里面我们会做风鸣器的实验 第二个实验里面我们会做风鸣器的实验 那风鸣器我们在Arduino的记忆目里面 看到有一个 这个 在什么 以音符 关键字是音符 然后你会看到有Doremi法 的这样的一个 参数 然后以及他的时间 节拍数 那把它拉进来 那假设说我们从 Doremi法首拉西都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多复制几个 我们可以先多复制几个 看看在外面这样子 拉进来之后我们复制 然后这里去调他的音符 比方说Doremi法首 那我们把它拉进来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等一下 按测试来听看看 那在测试之前 我们先确认一下接线 风鸣器他有三只脚 那这种设计的话 那就是 付的 代表 GND 要接地 S代表 讯号 比方说像这个 画面里面 他说 3 我们程式是写在3 那为什么是3呢 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 我们板子上会有写 356 9 10 11 旁边有个 邱影符号 那代表说这些可以去 使用我们的PWM功能 也就是说可以去播放我们的 声音 那我们的声音的产生的方式是 透过电压的持续变化 去激发我们的风鸣器上面的 金属片 那所以呢 这几个PIN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 只能把我们的风鸣器 接在这几个PIN上面 那我们用的这个风鸣器是无源风鸣器 什么叫无源 无源的意思就是没有固定的 发音频率 它可以依据我们程式设计去发不同的频率出来 无源的相反例子就是有源 那有源的话 就像我们 有时候电脑开机会有一个听到个风鸣器 他那个声音是固定的 B一声 他只要通电他就是发固定的频率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如果我们今天要储存的话 按 左上角文件 然后按 储存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说过 他的副档名跟 Scratch是一样的 所以 那你就选好档名之后 打上你的名称 然后就可以按存档 那下次的话 你就可以在文件里面 按打开 把你上次做的把它 导进来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一个基本的LED 跟 风鸣器的实验 这个频道主要是讲科技应用专题 以及一些声学上的资讯 如果你喜欢的话麻烦 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